手帚料来的 我的朋友他在山上 然后呢我就跟他买了 我说我要的是那种 磁底的 底装好看的 但是总不需要太好 它的价位又不是很高 重 原封不动的 这个底像不像陶瓷的底 有花有种水的 可以可以可以 按1.3 给我放下来就可以了 用线切割啊 可以都切好多的 这根石头基本上是对开的 然后呢 现在把它切下去的 发现惊喜越来越多 种好的位置越来越多 而且花越来越多 这个手帚啊 现在还没做 但做出来我基本上知道什么样 像这个位置 是像磁底 我们陶瓷一样的 然后呢 这些飘花的地方 可能会更好看 贵好多 来吧 来画吧 这边呢 种好的位置 裂兜一点 这边就少 这是贵妃的 你都画得整个花花的 亮哥 我去干活你来画 你们还没看 因为它是没有抛光 所以就看起来土土的 这一版是有6条 我跟亮哥说 这边上的不要画到 后面也笔画过了 没问题 它登登登看看 登嘛 肯定是漂亮好多的 画就尽量挂到花的嘛 但是呢 不等于说 我们现在画出来 有多少条就有多少条 它套下去 有可能还会有裂 所以呢 画嘛 还是画 等到套出来做小 才知道有多少条 但是这个 总共有34公斤 这里有几版了 厂长 我都没有数过 12版 12版的话就算 一版是废的 11版 平均要是一版 有4条的话 就有44条 后面还在吃的 应该只有一两个 只有一两个 那就算这10版嘛 一公斤一条 最少 但是 要做出来才算的嘛 这些版料呢 相对来说 这里比较普通的 然后呢 像这边花多的 原材料上面呢 它其实花并不多 吃下去的花变多了 其实也算是切长 这个料子长在哪里呢 长在普通料子 它的裂也很稳定 不会说 裂得乱七八糟 所以呢 这30多公斤 就目前来说 画了大概有50条 但到时候不知道 有没有30条完整 希望这些飘花的 它能够完整 没有飘花的 做出来 就跟这个差不多 就是池底啊 跟陶瓷一样的 还记不记得当初我说 这个石头做出来是什么样的 池底 像不像我们那些瓦 你看这些 都带有一点点花彩 有的也没有啊 不一定是每个都有 好像大部分都有 这个是最叉的 它带的那个皮座 你看这个是叉的 但是每一条都是完美 这个就是好的 肉系 它这个石头就 在做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有底 就是看能做多少桌子 就是最大的关键 但是发现了 有一条 石头的种水不是那么好 它相对来说 裂也是那么稳定 特别是像这种池底的东西 它的石头表现出来 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这是在灯光底下 先看这些叉的吧 它就算是叉 它也是完美 然后这些松的 哇 看起来漂亮 这些就是最好的 货头 你看这些花 好拿去吧 这些都便宜出 看起来 有什么好不错 在内装 Funny 我也有什么好不错 ah 是啊